耳机是越来越离不开我们的这场生活了 前几天后台还有小伙伴私信我说 想入一款千元价位的入耳式耳机 诶 你别说 我这里刚好有几款目前市面上千元价位的 高水平旗舰TWS耳机 今天就来给大家做一个全面评测 分别是Sony WF-1000XM5 BOSS大厦2和华为Freebus Pro3 再说功能之前我们先聊聊外观 从大小和重量来看 降噪豆5是这三款中体积最小也是最轻的 这代降噪豆耳机整体是做了全新设计 降噪豆和BOSS大厦2都是磨砂加亮面的设计 而Freebus Pro3是全亮面 我个人更喜欢华为这款耳机的外观 亚川青的配色很出彩 当然1000个人眼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 你们喜欢哪款呢 讲完外观重点来了 TWS耳机降噪自然是关键 在主动降噪方面 降噪豆5采用全新升级的V2加QO2E双芯片技术 BOSS大厦2用的是独立消灶芯片 Freebus Pro3则用的是自研的麒麟A2芯片 究竟哪家降噪水平更高 接下来我们就通过几个实际测试来感受一下它们的降噪表现 我们分别在街边和商场测试一下耳机的主动降噪和通话降噪水平 下面是路边环境噪音测试 下面是商场环境噪音测试 下面是通话降噪 这里是索尼降噪豆5的通话降噪测试 1 2 3 4 这里是BOSS大厦2的通话降噪测试 1 2 3 4 这里是华为FreeBuds Pro3的通话降噪测试 1 2 3 4 能够直观地感觉到 在室外环境中降噪豆5的表现是最突出的 中高频噪音被压下来了 保留了低频人声 而BOSS QC2和FreeBuds Pro3高频压住了 中频噪音压的没有降噪豆5明显 在室内商场比较持续稳定的噪音下 这几款的降噪水平表现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们把噪音波形放到软件里 通过对比降噪豆5的波形最低也最稳 BOSS其次 而通话质量则是华为FreeBuds Pro3表现更好 操杂环境声音也足够清晰通透 降噪豆5是将风声完全压住了 但声音不够明亮 BOSS大厦2能听出来还是掺了一点微弱杂音 说到通话 在索尼的APP中 降噪豆5新支持了头部动作功能 直接点头yes摇头no 我可没说是蹦低 这是接听或者拒绝来电通话的 当然降噪水平除了本身的降噪能力之外 跟耳机的材料结构也有或多或少的关系 BOSS大厦2和FreeBuds Pro3的耳套都是硅胶材质 佩戴呢轻肤舒适 但是包裹性不够强 所以大厦2又加了一个稳固环来提高声音的密闭性 但戴久了会有点挤压外耳扩 而索尼降噪豆5就很独特了 在遍地都是硅胶耳套的市场 它用的是聚氨纸泡沫材料增强了弹性 让耳机与耳道更加贴合 增加了舒适度的同时也提高了被动降噪水平 如果日常使用耳机有松动滑落的情况 这三款旗舰耳机还有多种尺寸的耳套 可供选择保证佩戴的舒适性 整体体验下来我更喜欢降噪豆5 降噪素质够强 戴上就能沉浸在自己的音乐世界 长时间戴也没有挤压感 还有一个中头戏就是音质 知道的都知道啊 音频编解码对音质有着很大的影响 索尼支持LDAC BOSS大厦二代仅支持AAC Freebus Pro 3需要在APP中手动从AAC调到LDAC 除了音频编解码 说到音质 索尼在业内确实是有口皆碑的 这次我直接掏出家底 拿下纽曼KU100人头卖 给大家测测音质 听说影视剧风他们也用的这款 我们来影视听感受一下 听说电视剧风 były 为了每楼上有小笔指 四季的消息 迷失的诗语 没有语讯 哦 如今到这种风浪无力 你从我都给过前去 看眼睛睛 我都拥挤起 你的眼睛呼呼呼呼 这句话绝对你 早火车 朕环 今生在哪儿 花岛在海 Paraela later She take me to the sky And I don't want to go down go down She said I'll feel you later Keep my head and feel the signs She make me want it right now right now 听完之后我只能说 你永远可以相信索尼 加速动物中低频表现优异 高频声场够大 整体声音细节丰富 还原Hi-Fi人声 临场感很强 大沙2的声音 高频表现较好 是因为BOSS的Customer Q&A技术 可以智能调教耳内音场 但在中低频上 明显的调教有一点点过了 有点不够Hi-Fi BREBUS Pro 3的音质 三频就很均衡了 够Hi-Fi了 就是缺少了点临场感 当然如果你是一个音乐发烧友 这三款耳机还能在各家的APP 调节自己喜欢的均衡器风格 在索尼的APP中 还能通过播放一首音乐 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声音平衡 只需要点点点 就会调出耳朵喜欢的音色 续航方面 在统一打开降噪模式的情况下 三款耳机 从满电放歌到需要充电 降噪动物 续航是7.5小时 BOSS大沙2 单次可以用5小时50分钟 BREBUS Pro 3 续航是6小时20分钟 对比下来 降噪动物 续航是最持久的 在只开启降噪模式的使用情况下 续航时间是要远远大于7.5小时的 总结下来 三款千元价位的TWS耳机 如果追求降噪和音质的话 索尼降噪动物就很适合 可以生灵其境地享受音乐盛宴 索尼不愧是Flover Music的专业品牌 用铁打的降噪 流水的音质形容也不为过 适合生活的各个场景 而FreeBUS Pro 3在通话上比较亮眼 降噪音质水平稍微弱于其他两款 BOSE QC2中规中矩 降噪表现还行 音质嘛 还是那句话 不够Hi-Fi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喜欢这期分享的话 请给我点赞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